核问题 一个可能复杂化或限制莫斯科和北京在未来冲突场景中考虑军事合作的领域是核武器的作用 首先 两国对各自的核能力和核武器在其国家军事战略中的作用看法不同 这一因素可以追溯到冷战时期 历史上 苏联将核武器视为其武器库中最重要的工具 用以威慑北约 在20世纪70年代末之前 苏联军事思想家也花费了大量精力研究如何在核冲突中作战并获胜 尽管苏联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放弃了赢得核冲突的可能性 但对突然核袭击的担忧是苏联军事思想的一个显著特征 或许最著名的例子是Rion行动 这是一个大规模的情报收集行动 旨在收集关于北约对苏联突然袭击的具体迹象 并预测其发生的可能性 冷战结束后 核武器继续在俄罗斯的军事战略和国家安全考量中占据重要位置 事实上 随着俄罗斯常规军事能力的衰退 对核武器的重视程度进一步提高 1999年 北约对塞尔维亚的空袭行动盟军行动之后 俄罗斯领导人对西方先进军事能力的担忧加剧 他们进行了核演习 向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传达信息 即使俄罗斯缺乏先进的常规能力 但他仍拥有强大的核武库 并愿意使用他来威慑克里姆林宫所认为的西方胁迫和侵略 在担任克格勃德雷斯顿分部期间 普京曾参与这一项目的情报收集和分析工作 自冷战结束以来 核武器继续成为俄罗斯军事战略的核心 自从1970年代初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部署核武器以来 北京对核武器角色的看法 与克里姆林宫有着显著差异 两个主要因素影响了中国领导人 对核武器的早期看法 首先 他们希望避免一场代价高昂的军备竞赛 这种竞赛会分散对中国 其他重要现代化努力的资源 中国领导人也认识到 他们没有足够的财力 技术或工业基础 来与苏联或美国进行军备竞赛 其次 中国领导人对核武器 作为国家实力工具的有效性 持怀疑态度 许多北京的领导人认为 核武器不是有效的威胁 胁迫或强制行为的工具 同样 中国领导人认为 核武器不现实 无法解决许多战争问题 并认为 即使在最危险的情况下 领导人也不太可能使用它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将核武器视为一种 有限的报复性打击能力 可以威慑如苏联和美国等大国 使其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 来胁迫中国 与美国和苏联的领导人不同 中国领导人 并未将核武器 视为应对常规战争的 主要威慑手段 最终 中国基于这些认知 长期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随着中国迅速扩大其核武库 目前几乎没有迹象表明 北京打算改变不首先使用政策 或改变其对核武器 作为胁迫工具的看法 习近平对普京 针对北约的核威胁的回应 显示了中国对核信号 和胁迫的一贯不安 俄罗斯于2022年2月 入侵乌克兰后 普京和习近平之间 最显著的分歧之一 即源于克里姆林宫 对北约的核威胁 在多个场合 习近平 他的外长 以及中国国家媒体 都曾警告核武器使用的危险 并积极劝阻克里姆林宫 使用此类激烈的言辞 根据西方和中国官员的说法 习近平亲自警告普京 不要使用核武器 指出此类事件 将严重损害中俄关系 这些警告 似乎源于北京 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所引发的总体不稳定的担忧 以及作为其修复 与欧洲关系的一部分 因自战争开始以来 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 而受到损害的欧洲关系 两国之间能力的不平衡 即俄罗斯在常规军事上的弱势 与核力量的强大相比 中国在常规军事上的强势 和较小的核武库 可能导致常规军事弱势的俄罗斯 发出核威胁 从而引发升级 这种情况下 将威胁到中俄控制冲突 和管理升级的能力 乌克兰战争表明 普京愿意承担重大风险的程度 显著高于习近平 在这种风险导致核威胁 胁迫或潜在使用的情景下 北京可能会发现自己 处于一个自欺发展核武库 50多年以来 一直希望避免的境地